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打开窗户就是一条蛇 大气队还超过兔舌头 这是我们的老书人 黑没紧色 没对的不用怕 就是比较凶 这种张嘴的状态是在发出警告 你别靠近我哟 靠近我咬你哟 里面说他打斗配上BGM 还挺有感觉的 一条周线迪蛇与浩子的黄尘PK 这浩子长的症状是 尽管被咬一口就会叽叽 但还是依靠风沙的走位 在周线迪蛇脸上逛了一圈 不过他其实并没有对周线迪蛇造成伤害 眼下这个局势 我觉得浩子大概率会选择撤退 天哪 男厕所有一条蛇 男厕所有一条蛇 我的妈呀 谁在厕所里面快点出来 有一条蟒蛇 二号 二号厕所 二号厕所 快点开门 这是前几天很火力一段视频 从男子的喊叫声中 我们可以听出他的绝望 这条蛇并不是什么蟒蛇 而是一条周线迪蛇 其实如果是蟒蛇的话还好一点 起码没毒 咬一口无伤大雅 而周线就是咬一口 大概就会出现坏死 如果是屁股不咬了 那还挺尴尬的 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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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进入我的耳朵里 摇摇头 把烦恼摇摇摇出来 哇 太帅了 这就是同样有着龙蛇制成的姬武素鳂 也叫毛林素腹 主要分布于非洲中部地区 体型很小 一般只有50到60厘米 喜欢吃不入泪 挖猎和蜥蜴 有关这种蛇的毒液研究非常少 目前只是它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 据说有被姬武素鳂咬后导致严重脉脏出血的 这其实它可能还有灵血毒素 31斤的五步蛇 哥们你没喝多吧 咱别的不谈啊 就这张照片明显蛇在前人在后 是不能直接拿人当参照物的 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这图里的两条食欲腹 看起来差不多长对吧 但其实一条0.6米 一条1.2米 足足差了一倍 就是因为他们你镜头的距离不一样 是了0.6米的时候获得了放大效果 这张照片也是一个道理 尽管它是斜着拍摄 但还是有放大效果 无能直接拿人当参照物 这种蛇我们讲过好多次了 就从它的颜值应该都没忘吧 这是爪蛙利文蛇 也叫南长县珊瑚蛇 主要分布于东南亚 通常长度为1.2到1.5米 就大概长到1.8米 以其他蛇类为实 由于这种蛇咬人数量不多 目前还没有专门研发抗毒血清 用其他蛇的血清效果非常差 因为南长县珊瑚蛇的神经度比较先进 其他蛇都没有 所以没什么综合效果 这条红波子的蛇是虎斑锦巢蛇 带有致命的毒液 并且有两套毒液系统 在防御时 它会把颈部拱起 从颈背部分泌有毒液体 这种液体是通过吃残除转化而来的 与残除毒素有一定相似性 食用也会中毒 所以呀猫狗都要注意了 如果你家小宝贝在斗这种蛇 一定要制止 因为它的颈限毒液对猫狗异常致命 随便舔一下就会口吐白沫 至于这种蛇通常是没有攻击性的 你可以让它自己走掉 或者用棍子挑开 都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视频比较模糊 蛇又在不停移动 但我们还是可以在后半截隐约看到 蛇身上有一伞而过的黑色条纹 注意是条纹不是黄纹 国内有这种条纹的体型这么大的 只能是滑鼠蛇了 它是一种喜欢吃两栖爬行内和鼠类的无毒蛇 大的可长到两米以上 最大甚至有超过三米的记录 这个是印度四大毒蛇 每个字母对应的是英文俗名缩写 上面这段意思是 根据报告显示 在2019年全世界的连蛇伤死亡人数 超过了六万三千人 其中五万一千人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 这个其实并不一定准确 不同的作者评估出来的可能都不一样 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 印度每年有三到五万人死于食药商 这个是达成共识的 而印度四大毒蛇占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 这下你们知道为啥我要称他们为四天王了吧 业绩杠杠的 其他蛇根本比不了 世界上最危险的十种毒蛇 黑曼巴蛇仅排第四 第一毒王意想不到 第十国外聚邻魁蛇 第十就让我意想不到啦 国外聚邻魁是什么鬼 第九 你咋不叫国外古妇巨魁呢 第八 眼镜王蛇 第七 国外环蛇 这是印度环蛇哥们儿 第六 三色毛头腹 哎哟这营销号有点东西哦 第五 拉塞尔魁蛇 拉塞尔魁蛇就是圆斑魁啊 第四 黑曼巴蛇 第三 内陆泰潘蛇 第二 非洲树蛇 第一 国外眼镜蛇 你用这么深情的语气说出国外眼镜蛇 不觉得尴尬吗 这是印度人蛇哥们儿 哎里边说的营销号还挺厉害的 图片基本上都是对的 就是这自创的国外叉叉蛇 属实让人有点绷不住 这是在非洲拍到的一条巨大的蟒蛇 在过马路 这种蛇名叫南非眼蟒 以前是非洲眼蟒的亚种 后来独立了 大家在纪录片中看到的很多非洲蟒蛇名场面都是这玩意儿 它的体型比非洲眼蟒要小一些 一般长到4.5米就算很大了 5米以上是非常罕见的 文献中报道过5.8米的最大纪录 我觉这视频真他喵糊啊 还要他后面拍了照片 尾部黑肠子 头部橄榄色 一条标准的黑夏尔夫烧手 这是一种颜值非常高的大型无毒手 主要以蛙类鼠类为食 也会吃鸟类和蜥蜴 这种蛇我们前不久讲过一次啊 不知道忘了没 仔细看它的身体后半截 侧面有一条长长的黑线将背部和腹部风格开来 呈现出黄黑白的配色 然后前半截有很多花里胡哨的纹路 看起来非常漂亮 这就是海勒锦巢蛇 主要分布于南亚地区 没做到不用怕 一条非常巨大的金环蛇 看它的首饰应该有两米左右 说起来有关金环蛇的最大记录一直是个米 在最早的版本中 金环蛇的最大长度为史密斯报道的2.125米 随后在某百科中突然出现最大2.7米的描述 不过在词条中介绍体型时又变成了最大2.25米 重点是两个词条均引用至同一本书的411到413页 原本我以为这本书是实体书得花钱买的 但意外找到了电子版 这就是书中的411到413页 原文中提及的金环蛇最大记录就是1911年史密斯报道的2.125米 根本就没有某百科上出现的2.25米和2.7米 都是瞎编的数据 所以金环蛇最大到底有多大 目前仍然是个米 但可以肯定是超过2.3米的 另外大家看在我如此求真的份上 来个三年不过分吧 2018年1月 在南非纳塔尔的一个农场中 6岁女孩小美从梦中醒来后不停地抱怨牙痛 当她妈妈和爸爸走进房间时 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条蛇 妈妈立即把小美和她妹妹拉了出来 不料眼睛蛇突然朝妈妈眼睛通射毒液 并精准地让她暂时失明了 爸爸见状迅速开车 将母女两送往医院 途中妈妈带着一瓶水 不停地冲洗眼睛 小美由于下巴的肿胀过大 医生不得不在喉咙里插管 让她呼吸 随后在接下来的12小时里 医生一共给她注射了17瓶抗毒血清 小美才脱离生命危险 同时她的妈妈眼部精治疗后 也逐渐恢复了视力 而这条咬伤小美的蛇 正是南非令人闻风丧胆的莫桑比克喷毒眼镜蛇 哇 一条蛇把两个人送进了医院 小美差点挂了 她妈妈差点瞎了 不愧是莫桑比克喷毒眼镜蛇啊 某百科中甚至直言莫桑比克喷毒的蛇毒性跟美国的小盾香味蛇差不多 这就纯属吹牛鼻了啊 实际上莫桑比克喷毒的蛇毒性并不是很强 七多月中神经毒占比非常低 LD50只有静脉1.13 不过眼镜蛇有一个定律 那就是神经毒越少细胞毒就越多 超过60%的细胞毒赋予了她强大的坏死能力 这才是人们最惧怕她的地方 尽管莫桑比克喷毒的时候咬人很少导致死亡 但出现严重坏死的可谓一抓一大把 另外莫桑比克喷毒的时候还有精准定位的喷毒能力 哪怕是在趴着的状态 她也能直接朝着眼睛喷射毒液 最远喷毒距离甚至能达到3米 如果不及时用水冲洗治疗 很可能会导致失眠 这时候有人要问要是被碰到头发会不会有控油效果呢 哎哩想多了啊